凯特王妃消失173天后 带病登上白金汉宫阳台 健康归来出尽风头 维尔士王妃离开美光灯足足半年 她的近况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当维廉一家五口出现在皇家阳台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惊喜和感动 也让王室上空的阴霾一扫而空 即使凯特王妃出席了皇家大阅兵 也不意味着他会复工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还是要以治病为主 因此经过短暂的亮相后 凯特还是回到了桑德林厄母 继续过自己的养病生活 凯特王妃的公务首秀 不光成为整场活动的点睛之笔 而且还出尽风头 所有的美光灯都对准了凯特 以及威尔士三宝 甚至连旁边的国王夫妇都受到了冷落 在大阅兵即将开始的前几个小时 凯特王妃才确定会出席 在社交平台上立刻炸开国 当得知凯特一家五口会集体亮相 民众们提前来到现场 想要共同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 三月份的时候 凯特宣布换外 之后一直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再也没有出现的 粉丝们的态度也随着发生改变 从刚开始的支持 到后来的怀疑 最终很多人都开始相信阴谋论 皇家编辑力被卡因格利西认为 凯特之所以会出席大阅兵 加入阳台时刻 即使还是为了照顾威尔士三宝 孩子们都很年幼 需要得到母亲的庇护 因此凯特即使带病 也要站上白金汉宫的阳台 对凯特王妃来讲 家庭和王室职责高于一切 即使自己患病 也会担负起自己的那份责任 在活动现场 查尔斯国王给予了凯特很多的关心 甚至将儿媳宠成了女儿 在皇家阳台上有说有效 虽然凯特王妃的病情恢复得不错 甚至已经转危为安 但是距离全面复出还需要不少时间 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期 如果凯特为了公务过度劳累 其实还是对康府不利 维尔士王妃并没有搞特殊 而是选择配合王室澄清事实 本尊亲自亮相 就是对阴谋论最好的回击 凯特一家五口 登上皇家阳台的时候 简直出尽风头 其中路易王子的表现 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观看大阅兵的时候 路易王子时而翩翩起舞 时而打哈欠 即使被夏洛特公主严厉呵斥 但是路易还是我行我素 调皮捣蛋的样子 吸引了无数的美光灯 当大家一起观看皇家空军表演时 威廉被拍到捂住了路易的耳朵 上演了温馨的一幕 同时凯特王妃也笑容灿烂 跟身旁的查尔斯国王友好互动 一家人的关系的确很亲密 但是令人失望的一点是 凯特王妃只是单纯亮相一次 并没有全面复工 因此接下来举行的加德勋位仪式 以及塞玛杰 凯特王妃都不会出境 留在家里安心养病 其实才是最好的选择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 查尔斯国王全心全意支持凯特 多次发送慰问生命 坦来有国王当靠山 贵族罗斯根本没有上位的机会 王后之位只能属于凯特 之前的阴谋论传的神乎其神 如今凯特本尊终于出境 大家的疑心可以彻底消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